繞了一圈又一圈 一個車位都找不到 最後只好騎上忍行道 高雄正義火車站前 違規停車濫象有夠多 有一些是學生的 學生來然後坐車走 還有那個上班的 之前是不用錢在那邊 所以現在路邊的 對啊 都要既有錢 可能還要 因為那邊都還可以停 就是要走一段路 就這樣看人停 又有人停 有樣學樣讓這短短 十公尺的人行道上 一二三四五五輛機車違規停車 偏偏正義車站周邊 機車格總數不超過300格 讓機車族真的找不到 而這個站點 今年來已經有30萬人次搭乘 通勤族特多 偏偏機車停車位少 停車亂象 已經讓當地里長也看不下去 就位置就停 他不管你說 這個是人家的出入口 停了 停了當然造成 這個民宅的住戶不方便 所以我們經過盤點以後 在不影響行車安全的部分 我們會再增加機車停車格位 40格 消通局強調會邀請周邊里長 以及鐵道單位會刊 討論是否增加停車單位供給 但無論如何 違規停車考驗的是民眾的功德心 華語新聞 林維凱 楊格 劉備遥 高雄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